有這個活動 那我們必須得告知 我們的三神 平地有土地廟 有土地公 那我們原住民的土地也有土地公 也有土地婆 所以我們必須要尊重我們在地的眾神 所以我們原住民就有祭拜每分一個祭儀 原住民大概都知道 我們今天來 那我們這個土道祭的時間 十分四天 第一天我們的行程就是 我們所有部落族人 只要你是男孩子 會成年都不行 女人也不行 都要前出每一個人 都要有衣服 也要有一個人去參加這個 針對這個主要的道路 這個補報 去實施MASA 那這個 這個故事呢 修辱區我們白露部落 有一個部落叫子嘉蘭 子嘉蘭呢 他們的公約 反是沒有參加修辱的人 經過的時候 一定趕頭了 一定要最近親戚關係 比如說我是跟中部主席 是那個中部主席認識 我是最近的親戚嘛 一定要叫我下手了 有一個小組想救我 經過那個地方在秀路當中 他就只 他有他的觸解 觸解 以後 他就 就說了 你把我送到屋頂那邊 當我的血流到屋頂下 他說 你們這個 全部都看看 什麼什麼後果 結果呢 那個 流的血跌到屋頂下 的時候 就開始 天天看不見屋子 他就在 他就打雷 所以那個地方 冰城打雷以後 冰城又快 又快三球了 全部 沒做一個勤勉 也就是 因為在這個附近而已 也沒有你多遠 田村都說死掉 連那個秀路的人 也死掉 所以那個在附近 工作的人 沒有怎麼樣子 因為他 他家裡有人做 做點工作嘛 後來 他就 也特別 告在了 他說 你們 辦上事辦後事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你們 一定要找到 黑白的書 才行 我再接受 要不然 不接受的話 還會再報告 結果到 到來醫了以後 才知道 他早到處 到來醫 我們要 在附近 我們在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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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白黑白的 然後到那邊 就 有一塊地 是給附近 十八年 在附近 然後就結束 還有那個 然後 一個新鳴的 沒有死掉 然後那個 就沒有被打 打死的那個人 他就全身都是 都是 皮膚都上來掉 把他掉 那之後 就 跑到我們在附近 白日附近 就救救 我們那個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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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受理 他說 你這個 對不起 你很髒啊 不敢說 結果 結果 經過某一個 某一個 某一段 段路 比如說 爸爸那晚 我們說 爸爸那晚 他到坡那邊 就去找東西 然後就到旺家 到塔利利巴那邊 求救 求救以後 就得救了 他就照顧他 就把那個流理出去 全部給那個 塔利利巴那個家族 故事就是到這裡 那這個地方 就是開始爬坡的地方 就是 上坡起步的地方 就是 就開始起步了 好 原住民知道 是什麼 開始上坡 開始上去的地方 所以我們這裡叫 改成 所以用國字 我們的 我們的社區 就是 這樣子 得名的 我們也有一個 古道在這個地方 日據時代 從古樓這個中心社區 沿著我們這個山上 往北大五山那個地方 過去是可以通行的 但是因為年代久遠 我們沒有去好好去養護保養它 當然這個工所也有這個意義 把它再重振起來 那希望 好 尤其是我們大家都是熱衷社區 部落的這種 關心的議題 大家都非常勇敢 來 堅持我們 古時候 曾經踏過的道路 像這個巨石突破的這個狀況 我們這個也要修改 就是讓它把這個第一層的那個石頭往下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的做法是 先把這個石頭拿掉之後呢 然後再把基礎把它挖深 挖深以後就慢慢慢慢給它復原 那之後不會這樣子 你從 你從一個地方一個方向看這個地方 就不會 不會覺得說這個是一個開口 開口笑的一個情況 那這樣的話 你如果說往下的話之後 它的那個 強度或者是使用的時間也會拉長 最起碼要 你的石頭的大小多少 大的石頭 我通常都會挖到30公分左右 開始排石頭之後 這個土方下降的話 就不會像這樣 很突兀的那個動作 這邊的公項 本來是那個 氣石壺坡跟氣石階梯 是用現地的石材 那我們在這個地方 要先備料的時候 找住這個附近的石頭 那你要剖石頭的話 最起碼你要看這邊的石台的那個 紋理這邊很明顯的紋理 你的厚度多少 你就從什麼地方來剖它 那這個地方 比如這地方是縱向的對不對 縱向 那這個地方以目前來看 你如果說你要剖先剖的話 是先 先橫向的時候 再慢慢慢慢過來的時候 再慢慢給它縱向來剖 就一塊一塊你需要的那個大小 那這個地方 你如果說在這個環境 你要先剖這個石頭的話 那你一定是要用比較大型的那個 機器比如說Valu 或者是其他破碎器來剖 那剖下來以後你要 越小片的 那當然你的那個工具的實用是 要用薄的那種工具 機器來食用來剖它 我有一次從尼泊爾 進尼泊爾然後就要去那個西藏 然後我們是經過那個樟墓 經過樟墓 然後就看到那個公路 他很奇怪 他那邊的那個山坡地 攤掉的時候呢 他的那個食材 掉下來的食材很奇怪 很像是 是人工已經剖好的那個食材 就是厚度大概平均都是在3公分 然後他的他的大小是30乘以60 有的90乘以90乘以60這樣 然後他們那邊人就把它把它收集起來之後 只寸一樣的讓讓車子運出去 然後就賣給世界各股的那個那個食材廠 那這個他們這個這個地方的那個那個設施呢 他既然做了這個氣死搶之後 他不忘了這個地方 做為人經過這個地方累了以後 可以做的可以幫包包的一個那個那個設施 那這個是其實我們在台灣做那個十階梯的時候 也有做這個就是用力的 如果說這裡沒有很完整的一個石頭的形狀的話 都是算頁眼的話也可以用這個就是先把它用力的 當然你這個立這個石頭的話 你上面這個比喻說他的高度是數 我們講這個階梯的高度我們叫高階 那階梯的深度我們叫深階 深階 那你如果說要買這個階梯的深度的話 你這個比如說15公分到19公分的話 你從這個地平面往下 最起碼也要他的一半以上 那你你人走在上面的話 這個不會被被壓到井穴 所以這個這個設施呢 不只是人在走的一個步道 那你這個那你這個東西呢 你這個東西呢 其實你摊下來了 這個是很好的一個食材 很好的一個石頭 很好的一個石頭 所以其實實際上你上上工作 如果說有這個東西 有這個東西的話 就已經覺得安心了 所以這個地方 我特別秀這個地方 因為這個地方 這個的石頭是不規則的 它沒有面 它沒有面 所以比較做得很慢 但是也是做得出來 那關於古道紀念 當然也有人因為信仰的關係 也有不參與的 在這個部分 可能我們應該要有更多的溝通 怎麼樣維繫我們的生活一個傳統 這個可能是我們之間以後 希望努力去平衡的事情 因為我對就是道路是滿有興趣的 除了我自己也有在登山以外 然後我認為是它作為一個連續族群 或是群體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昨天聽到的古道紀 其實對我來說是一個很新鮮的東西 也是會我想要再去做更多去研究 去認識這樣子 那你剛才那些鋪道 其實還是 像我除了國會大墓都有走過了 我都覺得當時走的時候 無改 現在越來越有感 以前都說 那這樣做不得行 整個途要走大墻 後來真的從行動之中感受到 還是要恢復到原來徐先生講的 這種所謂的和過一致和和過人文 這樣子走起來是才有意義的 好 感謝 順地 想要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